大家好,我是皮鴨 今集我找了一個導演上來跟大家聊聊天 這個導演拍的戲很特別 因為關乎香港城市、鄉郊發展的問題 但是他又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去拍 就是用了一個很詩意的方法去拍 他是誰呢?就是導演曾翠珊,Jesse 很感謝你上來聊聊天 你的紀錄片《河上邊川》 這部戲是關於香港的一個地方 叫做豪衝 其實豪衝這個地方在哪裡來呢? 這個地方對你來說有什麼重要呢? 豪衝其實是西貢一個村落 有五百多年歷史的 因為我以為有帶你去逛 你又不帶我去逛 其實我家是一個家 所以過去十年都做了不同的創作 關於豪衝 我想很多朋友都覺得 為何你拍都不悶? 由我的短片到大南湖 到河上邊川 都是講同一條村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悶 因為每次都好像發現了很多新的東西 我是不知道 誰為知你的姐姐 你直接在那裡成長 就是出生 是不是出生 其實我是一個村姑 很多人都會稱呼我叫村姑道兒 一直都住在那裡 中間都會去不同的地方住 但是現在都住在村 很有感情 現在還有家人在那裡住嗎? 有 其實是世世代代 因為每次去掃墓 我都會見到 我自己早先 每次都會覺得 真的很多袋在這裡 提起自己跟這個地方的關係 所以很自然地 就會很想拍這個村落 你剛才也提過 其實你在豪衝拍過幾部戲 其實《河上變川》也被視為 你是所謂豪衝四部曲 你之前也拍過一些短片 譬如《河衝》 《河上風光》 以及《大南湖》的一場片 接著再到《河上變川》 加起來 其實《河衝》這個地方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有什麼情感 令你有一個橫跨這麼多年的構思 一直拍下去 其實《家》好像很熟悉 但我相信你回家 你都找到一些你原來未發現的東西 你試試回去找一下 你這樣回家 可能你已經買了一件東西 應該也有 是某一年 其實《河沖河》 就是一個三年的工程 就破壞了 從那裡開始引發 我真的很想做 關於村落的比較規模系列的創作 我想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你永遠都像你受了一個傷口 然後它自然會刺激到你療癒 就是會慢慢康復 那個破壞的刺激 我們做創作 其實《河沖河》的破壞 對於整個《河沖》 究竟構成什麼影響 而令到你不行 真的要拍攝 才能抒發你那種情感 其實跟維港越來越責任 我們整個城市的人都很傷心 或者很多運動會發生 亦都要相處很多拍攝和記錄 到自己在家前面那條河都這樣 你會覺得 因為你每天經過 覺得它和你很有感情 因為幾百年的相處 這麼多世世代代 看著我們成長 我們看到這個變化很傷心 因為是很天然的河 不是人工的 那裡的破壞 令到自己很想做記錄 之後就到太平清朝 2011年的時候 我就叫我拍大南 同步拍《河上邊村》 同事進行 是那個十年清朝的呼喚 你在河上邊村裡 有一個人物叫劉婆婆 她在片中唱客家的山歌 我想問這個人物 是不是演員 還是真實人物 為何會有一個人物 打算拍攝 其實劉婆婆是很有潛質做演員 她是我輪居 她不是一個演員 但是她是全條村 我覺得她是最有一個魅力的女性 很感言 因為我自己的創作 是很關注女性的 無論是劇情片也好 或者是紀錄片也好 其實豪沖村不是夏家村 是圍頭村 她是雜性的 劉媽媽媽就是夏家村 嫁到來 她開頭電影開賽都在說 19歲就沒人婆 帶她來到這個村落 死鬼村落 劉媽媽就是代表了一個年代 黑苦的女性 一個媽媽可以帶著小朋友 老公一去十年 不在香港 她要耕田 要煮飯 但有很多東西要照顧 相比我現在 有人煮飯給我 可能我只顧著寫劇本拍戲 你很幸福 很幸福 可能給我一個田鵝 劉媽媽經常說 你這麼喜歡耕田 你耕 但她給我田鵝 我是真的不懂的 所以在劉媽媽身上 我學到很多東西 而慢慢建構 她就成為了河上 變川的女主角 起初的時候 她還不是女主角 因為我想 紀錄片的事情好玩 最初我從一點 想著記載某部分 慢慢的形態 劇本很自然地走出來 最後她就是我們核心人物 我看這部電影 劉婆婆這個人物 我想起很多台灣類似的紀錄片 就是一種 真的拍到一些鄉村 原居民的人物 很多時候我們住在城市 很多時候都忽視了 其實這件事是否對你來說 又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就是拍攝原居民 P.A. 你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說到台灣 我自己從小 真的很喜歡看台灣的電影 紀錄片成長 我會覺得 為何台灣有這麼多 關於土著原住民的紀錄片 香港是沒有一部 真真正正關於原居民的紀錄片 或者電影 自己作為原居民 也是一個電影師 我覺得很有 好像是一個使命要做一個記載 我未必是做了一個大師作品 但我相信這個作品是有它的存在意義 我想紀錄片的意義都是這樣 將一些文化 或者人物 或者歷史 全部將它保留下來 這就是紀錄片好看的地方 隔了我們幾十年 反而反過來 越看越有味道 其實就是在於這 在河上變村裡面 我看到太平清照的儀式 這件事香港人很喜歡看 我們看到長洲年來迫爆了 豪宗的太平清照 其實跟長洲的太平清照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村落都有太平清照 清照的意思是一種保平安的活動 長洲的就是天后的一年一度 而我這條豪宗村是十年一度 我們就是拜車公 不是天后的 很珍貴 十年一次 有些村落是六十年一次 真的 所以我覺得十年 一十年一次就隨時有可能 十年來說 在我的村落是一個十年的標準 所以在村落的意義 為何會這麼大 而且我也幾次了 你參加了多少次 算了 不問你了 但你參加的過程中 究竟整個儀式是怎樣的 其實是到了剛剛這一屆 才是最感受深 因為剛剛的成熟度 即是感受生命 人成長 即是懂得感受 其實我做過兩屆私營 說過下一屆不會再做 為什麼呢 雖然都很青春 但我想留給你一點小 對 今次做了《河上邊村》 就讀書了 因為真的有手抄很多儀式 還有很有趣 清照其實好像是有角色的概念 大家會去扮一些軍神的元首 很多一個設定 其實是道教儀式 第一環節就請車工出來 每天都有早朝 五朝 晚朝 然後就是取龍水 金榜提名 化大肆 然後放生 三四天內我們都是齋戒 最後一天才會吃肉 我自己考慮 自己考慮 金榜提名為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以前以為知 今次又發現了一些東西 很好笑 金榜提名自己的名字 很開心 其實金榜的意思是 將整條村民的名字都會放上去 以前連家琴都有 寫完金榜之後 就燒了它 上天爺爺就會收到這些名字 有林鎮宇 我就可以祝福他 對 有沒有這樣做 不是啊 因為這樣 你又不是我的村 而我可以祝福我 因為我還未嫁 我還有一條村的村民 我懂得怎麼做 我嫁了就不會有祝福 所以現在我還很好 還有這個祝福 聽你這樣說 你現在都變成口述歷史 我們這次訪問也很珍貴 聽你說了一些圍村 不是圍村 要流回一定要出的 這些全部都是文化傳統 其實我自己又覺得 這些村內 或者傳統的儀式 其實現代人就越來越忽視 或者覺得不用了 但其實這些儀式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對於你自己的種族 或者學理說的地方 其實那個感情 情懷的聯繫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因素 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絕對是因為 不要說全球化一樣 好像很陳康濫調 但這個是實在的 其實不要說去到一些國際品牌 覺得去到哪裡都一樣 其實只有家裡 你的家 有你的回憶 有你的回憶 對 有一種回憶 記憶在裡面 所以那些傳統雜族 可能將來認人 都是靠這一刻 對 因為你懂得一個動作 或者你飲茶懂得這樣 你是中國人 為什麼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經常覺得 香港人對於香港 好像歸屬感 不太強 其實可能都是關乎這一點 我們對於文化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習俗 我們去追蹤 好像我自己 我媽我爸那一代 原來有寫族譜 那我就揭了 揭揭說 怎麼整整黑刀 我不寫的 如果繼續寫下去 這件事就好像很有趣 流傳到下去 其實都好像你剛才豪衝 那件事 就是太平清潔 其實那件事 對於整個豪衝 或者村 其實是否維繫所有村民 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實跟拜年有點像 但我們十年一次的拜年 你看到幾十年裡 其實很多事情已經在變化 不變的是大自然 看著我們的轉變 幾十年已經有一個新村的誕生 那個變化就是這樣 不停地變 你講到這件事 好像很傷感 但事實就是這樣 看到環境的轉變 我們可以留住什麼 我們喜歡電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喜歡光景的歷史 我們就是喜歡這些時刻 我感受到你這件事 有時回到自己 小時候住的地方 看到那些地方不同了 那種感觸又會回來了 我想那種情 其實現在社會那種扭曲 或者人的不安 大家消失的就是那種情 大家需要一種很簡單 你要關注我 你關注我 不是就是為了錢 或者發展 關於現在的城市發展 看你的電影就特別感受心 因為香港現在 其實不單止豪衝 香港很多村 都是因為發展 而很多爭執 村民又要搬 等等 其實都是你的河上邊村 都是那個內容 所以其實我想我自己 是屬於不是很爆裂的人 但我覺得那種溫柔的發聲 都是每人有自己的崗位 一個壯大去發聲 譬如很多人可能想像 香港電影是 我最喜歡的 杜錦峰島Sir的風格 或者是一種高樓 一種客宅的城市 但其實香港是有村落 有郊區 其實這件事 我想大家就是 對一個地方的想像 通過電影 你知道那你要珍惜 或者你去發現這個地方 其實有的東西是什麼 它不是單一一件事 戲裏我發現了一件事 劉婆婆的子女 去了法國想找食 原住民去了歐洲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件什麼 一回事 五、六十年代 香港已經開始 很多新界原居民 會去海外打工 當時我小時候都問這個問題 也誤會了 是甚麼英女王特色 是呀 你再去看 其實可能是 你要找一個求生的機會 我想來鄉貝井 是世界不同的角落 的人都會去 其實找食 找一個有水的地方 他們又去 為甚麼會有一鍋風 我相信是一個 村的那種村的 bonding 他們就會容易 阿福嬸的兒子 他去了 你又過去又打 可以容易容易 還有相對城市 城市可能那時工種 都會多於鄉村 鄉村貧窮更加沒有一個出路 為甚麼你不去其他地方找食 人去我就不去 是呀 我要留在那裡 那你怎麼看這一種 出去找食的經驗 我的成長是被不同的人圍住 我雖然留在一個點 但我會覺得世界在我身邊會轉 因為他們移民去不同的地方 又會回來 帶很多不同的文化衝擊 我想那種流光的議題 經常都是我的創作其中一部份 由小的那種經歷 但我自己在中國 很傳統 我經常覺得家庭那種 bonding 愛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經常不明白為何無緣無故 生歐歐都要分離 我經常很無謂的 可能我很喜歡人 不要走 其實你說這個 我也有些感受 在香港有時那種跟 似乎好像沒有這件事 大家都很漂泊 我想問你 河順變村 其實都完成了 到現在都有兩三年 現在其實豪衝有 有沒有很大的改變 每天都 每天都變 很多外來者搬進來 新村的誕生 之前清智的地方也都建了房子 我想是跟整個世界一樣 就是發展 我自己覺得不是完全反對發展 但是在那個發展裏 我覺得最強調的是 人和自然如何平衡 因為如果沒有發展 我今天都出不了 我想要三個禮拜才來找你 Pier 我住在很遠 我才來出一個訪談 或者我們都不可以有 這個數碼的記錄 跟別人去談 我不是反對 因為我自己都讀媒體 媒體設計 我不是反對科技發展 但是是平衡 我們如何跟他自然相處 好做 你算是拍了幾多紀錄片的導演 當然你也有劇情片 但我想問問你 香港對於紀錄片 本土紀錄片 空間有多大呢 還有你自己覺得 香港紀錄片 其實他應該要發揮一種功能 虛購匪虛購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不相信絕對的客觀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觀眾 大家可以接受 紀錄片就是電影的一種 亦不是要這樣分 大家有習慣 習慣看劇情多 有明星 有場面 沒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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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們拍到 但現在是好 我覺得這十年 一步一步去做 其實是有生機 大家都可以去戲院 也會播放 因為很重要 為何生態健康 不要說是大賣 起碼是能夠平衡 可以繼續做這種創作 觀眾可以看到 如果你再拍 你最想在紀錄片 可以做到甚麼 或者給到甚麼訊息給觀眾 如果真的要這樣分 相對紀錄片 可能更是偏向人民關懷 社會性 關愛 你發聲 你聆聽 不是你自己先 其實無論是劇情片 或者是紀錄片 也好 電影的訊息 最好是讓觀眾重新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和家庭 那種愛 其實很重要 今天很感謝Jesse上來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電影製作 和她的心路歷程 多謝Pierre 支持紀錄片工作者 多謝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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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訊息